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恩恩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 灵魂花镜跟月亮星座的节目内容 那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狮子座 好 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萌托老师来看看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吧 好 大家好 萌托老师好 你好 好 老师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狮子座 也是我们所有星座的最后一个星座了 那老师今天想要分享些什么呢 好 我们一样来先讲一下特质好了 之后我们再看边聊这样 好 然后特质就是他很需要被人家宣教 因为他就是你知道他是狮子 他不能高昂暴躁 因为他是王嘛 对不对 他不能让人家 他应该是说没有办法让人家没有看到他这样 他是不是需要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的 对 对 对 就算这个星座放他精心啦 你知道 就是关于爱情这方面 情感方面 然后就算他放他精心看也是希望他自己是走出第一次恋人的 哦 吸引异性的注意嘛 他也是恋人的 然后他风趣之志的那个领袖气质 他很自然会有那个领袖气质 很自然会有 然后他很喜欢自己表现靓丽 因为你知道吗 王嘛 对 就是希望自己 特别亮亮 然后可以引导人 他自己一定要是女生作者嘛 所以他一定会希望自己看起来是靓丽 阳光的 然后 如果比较不OK 因为他也不能说不OK啊 就霸道啊 认同 保护弱者 还有独特的魅力 所谓独特的魅力 你就觉得他他本身气质 不知道你有时候会不会看一个人 你会觉得说 他好像就是有那个领袖魅力 或者他本身就很亮眼 就算他要低调 你会觉得说他怎么低调不起来 就有些人就很有气质 你会觉得那种气质很特别 就是好两个人 A跟B 然后A跟B 两个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可是你会觉得说 当然人家一定会说 这跟身材也有关系 好 那我们就讲说 好自己说 挺成功差不多的一个人好 可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每个人散发出来的那个气质 那个气场 就是不太一样 对 就是有话 就可能 可能左边的 就一样的衣服 可能A呢 穿起来的气场 或气质是 是这一种 然后 B呢 穿起来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感觉 然后可是可能 B呢 是特别吸引你的目光 对 然后他会有强大的气质 其实都给我感觉 就是其实 其实做的感觉就是像 他挫折感会比较重 就是假设他 他碰到挫折感 他认为他是王嘛 他正碰到挫折感 可能会比一般的人 的心态 他会觉得说 我怎么可以自败 我怎么可以自王 或许他的心态或 或许会比 什么处理座 或是其他心态的某些特质还严格 所以他 因为他他自己觉得自己是老大 然后 是领导者的 所以他觉得可能比较不容许自己有一些错误的时候 对 或是小想 可是他表面看不出来 因为你 面子问题 所以他不会让你觉得说 我有问题 就是他可能就会自己是一样默默的接受 可是 我对狮子座给我印象就是 其实他挫败的时候其实还蛮 就是你说他挫败的时候 就算他挫败你会觉得 他还是很亮眼 就是我知道了我几个不然是我陪我一些还是一些隔岸 就是他觉得说不然你会觉得很奇怪 他就没有让人家觉得好像灰暗的感觉 他只是你会觉得他比较气馁这样 对像可能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很明显就是很很深的低潮 或是很深的低落等等 好像快站不起来的那种 可是他不会有这种 他不会 他可能就是他的感觉就是好像说他只是暂时的低潮 因为他毕竟他是王者 他就是想当王者 就是他天生带来的课题或功课 那蒙特老师针对这个师父座啊 你有准备一句话是特别适合他要送给他的吗 好有就自信量的拥有领袖气质 就是你独特的美丽 这一点你要抓到你知道吗 你要对自己就有自信心 然后你就会拥有那种亮眼 你本身其实是很喜欢自己 站出去就是 成为大家的目光的焦点嘛 就是站出来就有光 对对对 所以这是你的领袖特质 你要这样告诉自己 因为如果你 当然你挫败你还是会有一些 你的光环那些还是都在 没错 可是你对你自己伤害 你自己伤害自己其实比较大 那像狮子座他在跟母亲关系方面呢 就是正向或负向有什么特质或是状态吗 他的正向特质就是 他可以跟自己的小孩打成一片 因为他就想成说他是王者 他照顾他底下的 比较弱小的可能就是一些 比较 就是小孩啊 或是比较弱小的亲朋好友 他可以像朋友一样可以相处 然后彼此可以分享心情 就是你就可以跟他讲 他其实他可以用长者的身份 或是内心比较强大的模式去跟你分享 然后如果是副相的话 副相其实很明显 就是可能妈妈就会变一个爸爸 会比较浮夸就对了 可能会比较浮夸的表达方式 会放大分边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好准哦 这种规矩还是希望人家看到他 刷存在感 比较直接的话 刷存在感 因为我身边刚好就有一个 他这样听完我觉得 他应该是属于比较富相状态的诗子座 他真的就是老师说的那一种就是 他比较爱炫耀炫耀 可能买了什么东西 或是某些名牌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或是炫耀自己的儿女 然后会很浮夸 这倒是这里的 可是你要听他讲这些 你就把他讲成是富相 就是想说你可能就对这一个人 可能就比较 会比较包容 因为他竟然 他竟然 发展成富相 就表示说他一定会有他不为人知的比较的内面 肯定是比较挫折感或挫败 就是可能有一些原因 对啊既然我们知道了 那我们当然就是 就是多包容 是这么觉得 好那老师针对这个狮子座 月亮星座狮子座的朋友 老师有筛选过哪些灵魂花精 是可以帮助他去平衡他的状态的吗 好那我一样选三个 就是这样平衡状态 第一个是落叶松 因为落叶松第一个 他就说要充满自信心 权力以堪 因为他缺乏自信心 所以他怀疑自己的残忍 其实他是很有残忍的 对 然后所以他会缺乏自信心 所以我会选择落叶松 他另外一个就是相信自己最后一定会成功 因为模糊的 或莫名的焦虑跟恐惧 一定会有 所以就是我会鼓励他说 就是你既然有亡者风范 你有领秋气质 你其实也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 就先把自己搞定 就是先把自己强大之后 如果你还想要就是 自然而然你会想要照顾身边的人 或是落我小 或是小孩好不管 然后其实你把自己的内心强大 其实你自己觉得不会有问题 什么莫名其妙的那种焦虑或恐惧 其实其实都不会有 然后第三个是对每一次的改变和挑战都会兴奋理在 是因为王者都已经低调了 都已经很坏了 然后你知道他们对什么挑战啊 考验啊 当然就会失去勇气 然后会提早放进 因为他弄我说我就没自信 我就已经不是王者了 就让人家去当 可是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其实最喜欢的还是挑战 你挑战赢了 他 然然他会觉得我一样是王嘛 然后第一个是用积极进取的方式展现自己 其实这就是落叶松的特质 然后当然说现在运用之后 你就可以达到这次效果 就会让你原本以前的特质 你原本以前的特质就可以比较会拉回来 可以去发展到正向的特质 对 我们就平衡它嘛 平衡它 然后第二个是芥末 芥末就是我就是光明跟力量的权焰 嗯 你看我那个塔罗牌 不是那个力量牌吗 对 力量牌就是狮子 对 你觉得他就是 为什么人家会当初 那个塔罗会这样子设计 一定是他的原因嘛 因为狮子给人家 他就是力量跟光明的权焰 他就是力量的所造 嗯 然后所以人家只要每次抽到这个牌 你就会用很光明的模式去帮人家解答 很多是这样 嗯 对 然后第二个是我的心思一直要快乐的歌唱 对 对 这是很重要哦 嗯 你想像一只王很开心的哼个歌 你开心 欸 你全部的那个 大家都开心 对 对 不要这样想 然后第三个是黑暗的时候一定是礼物 嗯 一整天下来 有黎明有黑暗 就像人生一样也有低潮跟高潮 嗯 然后我们低潮的时候 我们看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正 然后高潮的时候 我们就要怎么样达到那个高潮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就一直平衡在那边 就是哦 你看这是我的强项 嗯 嗯 然后第四个是纵使一时的低潮 快乐平均也很快到来 要这样想起 就是啊低潮只是一下下 可是我有看 其实我看过十几座 其实他们低潮很 很 没有那么久 嗯 他们很快就下来 可是如果他低潮太久 嗯 可能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原因就是可能他的环境 没有让他可以有 没有让他跳脱 没有让他跳脱 对对对对 他环境或是他的思维可能就卡在那边 嗯 卡在那边他就是跳不回以前的那个意气风发 嗯 所以有时候可能 我觉得老师长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啊 在低潮的时候可能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 没有觉悉到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就会一直待在那个低潮里 然后陷入很久 然后就一直找不回自己的瓶颈 所以我觉得像老师今天这样的分享 如果你是正处于一个低潮 或者是你很容易待在就是遇到事情 待在低潮里面就没办法出来 也很适合使用这个芥末的灵魂花精 对 然后如果你刚好你是有觉知的人 然后你看到你身边的人是这样 其实你可以提醒他一下 嗯 你可以提醒他一下 我们第三个 孤陶层 嗯 就是广纳雅园跟吉斯广义 嗯 我们不要当一个独裁者 哈哈 我就失 平失衡的时候 我们不要当一个独裁者 对 然后 对我们就当 哦好 我们既然当一个王 我们都要有那个 亚量 对 好 人家跟我们讲什么 好 好的 我们捡起来听 然后我们就修正一下 不好的 我们就跟可能说我们下屠 或是我们听说好 有讲说 我选这个齁 要再修正一下 第一 好好讲就好了 然后第二个是 知人善用 相信别人 嗯 就是因为 你失衡的状态就是 你会变成专制强硬 嗯 然后爱命令别人 就是失衡的状态哦 嗯哼 我看过这种是很重 它很严重的 对 那就你 那你整天都在 我就看过一个老板 是这种模式 然后你整天都 都在 好 你做好 人家人在人家真的听你的嘛 好啦我表面上听你的 如果是一下做什么 或是我根本 心里不服你啊 可能我发现工作上有一个瑕疵 或是什么 可能这个蛮严重 哎 反正 反正你又不理我 然后你也不听我说 然后我每个月薪水也是这样啊 你干嘛告诉我 反正损失是工资也不是我 这不是恶性循环的吗 有些人真的是那么像 就是变恶性循环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鼓励他人成长 发挥独特潜能 我觉得这是自己做很好的老板的模式 是不是 就鼓励他人成长 然后发挥独特潜能 还有你要很会颜的了解到你的员工 或是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天本好友 还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你可以互相啊 互相帮忙 互相 就是互惠 不是互相利用 是互惠 就是我 我这个王 我有什么才能 我有什么特长 然后我有发现你有 有没有的 那我们可以互相 交流一下 嗯 然后第四个是 胸筋该过果决不独断 嗯 就是其实这个是整个整体的模式 嗯 就这三个 我这三个是 我觉得是最 最适合他们的啦 其他也是有啊 就是 嗯 就是选一个最主要的 对 就挑这三个 不然要讲其实可以讲什么 很多 对所以如果 不管你是 狮子座的朋友 或者是 你是月亮星座 狮子座 那或者是 你今天听老师讲完 然后你发现 哎 你这些细项 你好像都有这些状况 都很适合使用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三款明宏花精 那 呃 这三款我觉得是老师已经挑出来就是最精华最主要可以去处理这些情绪或状态的那当然花精有非常多种有38种 那老师已经帮大家筛选好了大家就可以照这样的方式来使用 好 那我们今天看看 嗯嗯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谢谢萌兔老师 也非常期待 因为我们现在呃 十二星座我们都已经分享完咯 如果想知道其他星座的朋友记得呃 呃可以往前听其他的集数 那也很期待说萌兔老师呢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 更多不一样的主题 来呃一起跟我们大家一起学习 来分享一下 好 分享大家 嗯 互相交流 对互相交流 然后一起成长 一起开心 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听你就是我们私讯我们的本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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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你碰到问题是我们以前个案可能没有的 嗯 我们以为我们两个 月亮丹子那么爱学习 那么喜欢 然后那么喜欢知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不一样 其实是很有趣的 对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说 欸好我今天有问题想到 就私讯粉专 然后我们都会在我们有空的时候就会回复 嗯 对 对 对 那如果大家 嗯 不知道我们粉专的朋友来看我们这个画面 请私讯我们心与爱幸福银行家的粉专 那我们在心与爱幸福银行家呢 我和萌兔老师我们其实都有提供疗愈咨询的服务 那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咨询预约哦 我们有提供五项 然后有五项 那大家都可以来咨询看看来参考一下 那最后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也欢迎为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见吗 拜拜 拜拜